總結來說呢 如果想要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之下 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這間真的還算不錯 大家好我是麥克阿文 歡迎回到北車輕旅開箱第六集 今天一樣要開箱一間位在台北車站附近的青年旅館 嚴格來說呢 它應該要算是一般旅店 它的名字叫做約克設計旅店 York Hotel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它竟然有提供單人房 而且重點是價格跟一般的輕旅差不多 那我們今天就去開箱這間旅店的單人房 馬上出發 GOGO 約克設計旅店在台北車站站前地下街Z區2號出口 離開出口之後往回走一小段路 沒有錯 就在這條南洋街裡面 順著南洋街往裡面走 先過一個馬路 再繼續往前直走 整趟路程大約只需要3分鐘 接著往左邊看 就到旅店門口啦 旅店對面有一排機車停車格 從出口到旅店中間這段路程 大約有150個停車格 大樓的外觀大概長這個樣子 旅店的大廳在4樓 天花板上有個很有特色的燈 有登記證 顧問證書 以及合法旅店的認證標章 編號518號 櫃台旁邊有個空間 旅客在入房及退房當天都可以寄放行李 最早入房時間是下午3點 最晚退房時間是中午12點 旅店的單人房在地下一樓 進電梯時需要感應池卡 出電梯後的右手邊就是大廳 大廳大概長這個樣子 空間蠻大的 兩個垃圾桶 分為一般垃圾跟資源回收 一台飲水機 一台咖啡機 不過目前無法使用 提供茶、咖啡、攪拌棒以及紙杯 有焦糖馬奇朵、藍山咖啡 還有阿里山烏龍茶 一台小台公共冰箱 有副紙、筆還有膠帶 不過紙已經用完了 冰箱裡面長這個樣子 還有一台微波爐 座位區有一張四人座 一張六人座 感覺坐起來會很舒服 還有一張八人座的大桌子 樓層內的消防設備非常充足 有緊急照明燈、禁煙標誌、火警警報器 緊急出口標示燈、兩個安全門、手動警報器 五官滅火器 分別擺在不同的位置 房間的部分 原本我被分到的房間桌子太小 不方便用電腦 詢問了櫃台之後 他們幫我換了一間房間 非常感謝 開門鎖門時都需要用到鑰匙 門無法自動上鎖 房間內部差不多長這個樣子 這邊是桌子 這邊就是床 再過來這裡呢 就是門口 桌子上有一盒衛生紙 兩個國際同用插座 冷氣跟電視遙控器 提供一個籃子 裡面有兩條毛巾 還有牙刷牙膏 桌子下方有一個垃圾桶 以及兩個國際同用插座 附一雙塑膠拖鞋 接著是床的部分 蠻乾淨的 有一個掛鉤 兩個插座 以及兩個控制電源的開關 竟然還有一台電視 床上的風景大概長這個樣子 不是很好看 對面是冷氣機 天花板上有個火警警暴氣 再來是廁所跟淋浴間 男生一間 女生一間 一進門的左手邊有洗衣機 烘衣機各一台 洗衣機一次50元 烘衣機10元可以烘10分鐘 以此類推 提供免費的洗衣膠囊可以使用 另一邊有三個洗手台 一面很大的鏡子 洗手乳 以及一把大台的吹風機 一台用於空氣淨化的臭氧機 再往裡面走有四個小便斗 三間做事廁所 一間故障 廁所裡長這樣 還算乾淨 用的是捲筒式衛生紙 淋浴間有三間 內部大概長這個樣子 提供沐浴乳即息發入 還有一個置屋架 吃飽飯後 休息了一下就去洗澡 吹風機風速非常夠 一下就吹乾了 接著就在大廳用了一下電腦 泡了一杯阿里山烏龍茶 希望晚上不要睡不著覺 睡前看了一下電視 頻道總共有32台 有中式、明式、公式、台式、華式 還有國會頻道等等 從23台到30台都是中國頻道 31台跟32台是日本頻道 過了一下就準備要睡覺了 大家晚安 大家早安 刷好牙了 準備退房 好的那已經到家啦 在開始之前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旅店的價格 約克設計旅店 平日單人房上鋪一碗的價格是 505元 這間旅店的單人房型呢 其實有四種 第一種是 一般單人房 上鋪的房型 我當天住的就是這種 平日一碗的價格大約落在 500到550之間 常住優惠價格一個月是9000元 再來是 經濟單人房下鋪的房型 平日一碗的價格大約是 550到600元之間 常住優惠價格一個月是1萬元 再來是 舒適單人房 平日一碗的價格大約落在 750到700元之間 常住優惠價格一個月是 11000元 還有 豪華單人房 平日一碗的價格大約落在 750元左右 那常住優惠價格一個月是 12000元 我知道你現在想什麼 你現在一定在想 舒適單人房跟豪華單人房 到底差在哪裡 還是有差啦 豪華單人房的裝潢比較漂亮一點 空間呢 也比較大一點 櫃台跟我說的 那接下來來總結一下 約客設計旅店的優缺點 優點1 平價的單人房型 花的錢呢 其實跟一般的親旅差不多 就能有自己的小空間 雖然呢空間確實不大 衛浴設備也都是共用的 不過我自己覺得已經很划算了 優點2 櫃台24小時營業 4樓的櫃台24小時都有人 可以隨時協助我們遇到的任何問題 約3 櫃台人員服務態度良好 晚班呢有一個女生還有一位戴眼鏡的男生 他們的服務態度都非常的良好 當時入住的時候因為房間的桌子太小 打電話詢問能不能換一間房間的時候 他們非常迅速的幫我處理 十分有效率 態度也非常值得肯定 缺點1 位在地下室 單人的房型通通都在地下一樓 普遍會有的問題就是 潮濕、眉味重、通風不好 還有照不到陽光 眉味的部分還好 我在房間裡沒有感覺到什麼異味 不過廁所就蠻潮濕了 當天晚上在蹲廁所的時候數了一下 光是我這間廁所就有四隻瑞兒 瑞兒大概長這樣 你一定有看過 常常出現在潮濕的環境下 缺點2 床很難爬 我的身高大約175公分 水泥牆的高度大概到我的肩膀左右 少說至少也有個150公分 樓梯雖然很堅固 不過梯子中間的縫隙太大 有點難爬 而且沒有加裝防護軟墊 攀爬時要非常小心 才不會撞到直角的地方 建議旅店可以考慮加裝泡棉防撞條 缺點3 隔音不好 房間門是薄薄的鐵門 只要有人經過走廊或者是開門關門的時候 都聽得一清二楚 建議要來住的人自備一下耳塞 總結來說呢 如果想要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之下 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這間真的還算不錯 不過記得要自備耳塞 隔音真的不好 我自己因為不是很喜歡地下室的房型 就不太會考慮再回住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我對約克設計旅店的入住心得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都會盡量回答 那我們一樣下部影片見 掰掰